歡迎收聽節的資料之小姐 今天錄音顯示是2023年7月10號早上的8點18分 沒有做 現在是早上錄音 因為我最近的作息真的非常非常詭異 現在大概在晚上10點鐘我就非常想睡覺 而且那個睡覺是 我以前可能躺在床上躺一個小時就醒來 但現在這個10點我晚上躺下去的時候 我下次醒來已經是半夜了 我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詭異的作息 所以最近有些錄音計畫 我有些因為我常常在半夜錄音 或是有些行程就變得非常非常的亂 我也不知道是時差還是什麼 因為這次回來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用力去調時差 應該說我以前我都沒有這個時差的問題 回來就是直接第一天就當在台灣的時間去過 然後現在沒有發現說奇怪 我這一周把睡眠時間超級超級超級少 所以就最近都還在瘋狂的調整當中 今天這是我們新聞時播集的第22集 這個系列我們會給大家帶來一些航空旅遊 跟一些相關的 航空旅遊還有飯店 相關的一些消息跟一些新聞這樣 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往前面聽 其實大概在一個月內 這些消息都還是蠻有效的這樣 今天是第22集 我們第21集的時候是上上週 因為上週我從美國回來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處理 到現在都上週 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新聞這樣 所以就拖到這一週 請大家見這樣子 我們還是希望說這個系列會在每週一的早上 去做播出 上一週我覺得最大的新聞就是 有一名台積旅客在舊金山機場 遺失了將近10萬塊的名牌包 而且這個名牌包還不是他自己買的 而且他的remote washing 心理箱被撞著很像去mother多重女就回來的感覺 不是 是奇異博士處理過的那種感覺 詳細的話你可以去聽上一集 台積旅客就是我 目前責任歸屬 目前這個東西都還在進行當中 但我老實說 我都有一些要問後續 就趁機講一下 其實基本上那個東西都回不來了 頂多心理箱可能會有一個新的 maybe 但其實那個失誡的東西是非常不好處理的 而且我發現失誡的時間是在台灣 其實你沒有辦法報案 沒有辦法報案 他們就沒有這種動力去追查 他們的警察系統或這些系統是 遠比台灣的更差 所以更不會去處理這種小條事情 更何況你沒有報案 他等於是可以不用處理 或是他就直接打罵戶就說沒有就這樣子 所以這些東西基本上都回不來 那這非常的麻煩 也是我之後再錄一集 總結一下這一次UA大初報的這些後續 那一定會有問說保險什麼的 保險再怎麼樣賠都賠不回來 那個行李儀式你隨便看 你就知道大概是1萬塊左右 請問我那個包包 而且重點不是我的包包 就是錢即使補回來 那個不好意思 那個道歉都說我沒有辦法補給 請我帶東西回來的朋友 而且這次的包包很貴 所以只能說保險或許要保 但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你也只能認賠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第0則新聞 我們直接進到今天的新聞的重點 今天我們大部分都是航空的新聞 還有一個旅遊新聞 航空新聞今天最大條就是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即將要改表的部分 改表我們會放到最後面講 因為我覺得我會講太久 所以我們先把國泰航空里程計畫 改表的部分放在最後面 裡面我就要講一些不痛不癢不重要的 一些航空公司 像是長榮航空 長榮航空的話在最近發新聞稿說 他正在評估美國要多開三個航點 這三個航點分別是波士頓跟華盛頓 還有一個為什麼標題上沒有線 這個就是波士頓跟華盛頓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在長榮航空的北美線 的載客率都一直非常非常的驚人 真的非常非常的驚人 至少我回來的時候跟我去城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九成滿 幾乎都是非常非常的滿 剛剛講三個航點是波士頓華盛頓跟達拉斯 這節點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開 我希望長榮航空也可以多開幾個北美航點 因為真的是太滿了 你要嘛徵班要嘛開一些新航點 去分散這些航點的壓力 我飛舊陣線的時候 巨城的時候搬機全滿 回程的時候商務艙剩兩個位置剩下全滿 豪金跟經濟艙都是爆滿的情況 爆滿的長城經濟艙是非常可怕的 真的是很像沙丁魚 所以真的他們生意真的無力 反觀另外兩家就還沒有到那麼變態這樣子 相對來說像豪航的班次 也沒有像長榮這麼的密集 長榮也為了要 我個人認為他是為了要打倒 這個新宇的生存空間 所以也有刻意在整班 也有刻意在更改一些東西這樣子 這個就是第一則長榮即將要 評估要開航 但是評估就是丟一個風向球 你評估都已經發新聞稿了 那就是想要看一下大家的反應這樣 再來第二則新聞就是 又是長榮航空的北美航點 但是這個航點是貨運的航點 那貨運的航點的話 長榮航空即將要在多倫多 要再開P2貨運的航點這樣 那其他的長榮航空貨運航點 由洛杉磯 西雅圖 芝加哥 紐約 亞特蘭大 達拉斯 安克拉之根 現在要新家的多倫多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 就是也是提供大家一些新的消息 這個預計他們是即將要再買一些 新的親戚器F去做貨機 所以說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對我們旅客來講是沒什麼有趣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個航空名的角度 就是我們要買777F了 然後要來多飛這個多倫多這樣子 這個貨機當然就存在貨了 不會再客 再來下一則新聞就是我剛剛講說 我覺得長榮在針對新宇航空 有做一點點的失利 我覺得他也沒有做很大力 自從2023年7月開始 長榮航空在台北跟洛杉磯的航線 即將提供米其林餐點 還有新款的Jason Wood的稅衣 所以這個還蠻有趣的 但我在新聞上面有看到這個有新款的過夜包 新款過夜包好像是Armani的吧 還是哪一排都忘記了 我就是在針對LAX 針對洛杉磯這個航線 他們有推出一些新的服務 還有新的餐點這樣 這個也蠻有趣 因為最近在華航也有大動作的 跟米其林去做一些聯動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飲料什麼五通號吧 所以最近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新宇加入戰局的一個好處 雖然大家都說新宇可能就是公關 或是什麼就做的很漂亮 或是網美 但是你想想看 新宇如果沒有加入的話 這些人會很努力的去征搬嗎 沒有征搬我們哪個里程票可以換 或是說今天他沒有帶來這些什麼胡同 雖然胡同好不好吃 這另當別論 但是帶進來之後 然後特調帶進來之後 雖然這個是毀滅很多組員的 這個跡象很chill的生活 但是它真的確實也讓另外兩家 有一些推陳出新 雖然這個推陳出新 或許是限定款 或許是限航線 也或許就是也真的不好吃 但是有一點好的改變 我覺得這都是有一點好的改變 所以還是希望新宇航空加油 雖然說新宇航空最近的這個 可能在網路上聲量並不是特別的好 這個就是三則常用航空的新聞 也帶給大家 再來下一則是ANA ANA的話其實在上個月更正 在7月19號就是這個月中的之後 有些的國際航班即將要改航廈 所以說如果你有搭乘ANA 而且你搭乘的是非雨田機場的話 請你注意一下你的航廈可能會變更 包括你出發的航廈跟落地的航廈 國內線沒有差 所以這個是你搭乘ANA 然後經由雨田進出會有一些改變 詳細的以官網跟你的機票上面為主 好 接下來來一則中國的新聞 中國我們在前幾週有提到 他們自己研發的一個C919的客機 他們就是國建國造 國基國造 因為他們其實目前來說 都還是買波音跟空吧的飛機 他們很喜歡什麼東西都自己來 自己有建了一個C919 在上個月就有成功的商用飛行 真的是東方航空拿去飛的 但是在這個月傳出了一些消息 在上個月29號 在6月29號的時候傳出消息 就是說在上海東方航空 MU9197的C919的這個客機的航班 它在飛到成都之後 因為一些機械的元素 所以它回程的航班 由空中巴士A321就是飛回這樣 也就是它其實遇到一些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是未知 目前也沒有更新的消息說 因為什麼狀況 總之C919遇到一點點問題 我自己是當然有一點看好系的心態 但回想之前波音787在剛開始飛的時候 一下爆炸一下怎麼樣子的 這個787之前也是多災多難 所以也不知道這個919 不知道它未來會不會有一些奇怪其他問題 畢竟是中國製造 有時候就覺得有點陡 那就是一則中國的國產科技的一個消息 既然我們講到這個 剛剛有講到星雨 我們要是來報一則星雨的消息 但是這星雨的消息就比較少 張國偉在前幾天的國中大會說 年底要開航台北飛舊金山的航線 他說年底 印象當中明年會再開台北西雅圖 這基本上先飛三個西岸的航點 目前是洛杉磯 再來就是SFO 再來就是SEA 美東的紐約航線應該會在A350的1000 出來之後才會開航 我覺得最大問題還是飛機不夠 就還是飛機不夠 這個一樣就是A350你現在只有三架 你出問題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還是要加緊 加緊趕快把這個飛機進行了 但是這其實也會卡在空八 因為最近空八真的是 空八在疫情之後 在737 MAX這個架飛機 真的一直在出問題之後 很多訂單都轉往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現在在deliver這些 這些飛機的速度其實也有變慢的趨勢 所以在疫情期間很多航空公司都想說 那你慢給我一點 慢給我一點 但是突然國境打開 或者是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都想說你趕快給我飛機 趕快給我飛機 趕快給我飛機 所以這個就變成很尷尬 所以他們也是在提高 應該盡量提高量能 但是有很多飛機都還是卡在這個訂單裡面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新航空的新聞 下一則新聞我們來講講華航 華航的話最近有在招募空服員 最近大概有4000個人去免費 我先說跳出來說 我們前幾個月都在講 其實國際的三家都有不斷在招空服跟地勤 他們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缺人 真的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趕快把你的該準備的東西準備好 趕緊去考 我相信應該有一些聽眾 或有一些我的TA可能是航空業的 很像夢想想要加入航空業 雖然我都不斷的在每一集裡面 都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這航空業真的非常辛苦 真的就是一個比較高興的服務業等等 或者是有一個免費票服務業 但真的很累 你還是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刁民 但如果你想要一元夢的話 我覺得不管你幾歲 都還是可以去偷偷看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華航最近有招募空服 然後最近有4000個人報名 最後錄取率將近不到3% 我覺得3%蠻高的 但anyways就是3% 未來應該還會有很多外籍的航空公司 包括什麼卡達 國泰 阿聯酋 新航 我覺得應該都還會再來台灣去進行招募 因為台灣人真的很便宜 好 那這個也是給大家一個小參考 那最後一則新聞就是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在前幾天發布的這個改表 那這個改表是指車里程兌換的標準 有去做一些更動這樣子 那基本上都是改差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部分 那實行的日子是想10月1號去開始這樣子 那大部分的這個改的東西呢 大部分都是改高 除了經濟長長程的部分有降低 其他的改的這個通膨的幅度 大概在一成到 大概10%到25%不等 最高有到28% 但28%那個是頭等幾句 那個比較難正常人不太會搭到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基本上在所有的航線都有調整 那在這個環球票的部分 環球票的部分 其實就是他們這個環旅一家的這個夥伴票 這個環球票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正在看這個手上的表 手上的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密密麻麻 也是一樣 就是全部都是商務艙通訊艙都是大幅的增加 那增加幅度相對比較少一點 但是還是在大概一成以上 一成以上 那經濟艙的環球票的部分是有調降的 但好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東西 那詳細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去上國泰官網 像你只要登入國泰官網 就會看到這個這個更動的部分 然後我簡單點評一下好了 第一個事情是 這個事情是從10月1號開始 什麼意思呢 10月1號開始的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還有兩個月 三個月可以去做調整 這其實是很溫馨 這非常非常的溫馨 他們可不可以不用 他們其實可以不用這樣做 但他們選擇先預告 這樣先預告 第二件事情是 掌握航空自己表示說 我們是為了要釋放更多機票給大家 所以說我們現在把這個 這個里程條長這樣 那我不知道這句話當然是有點 有點就是導音為果 但是基本上他們認為在10月1號之後 他們會調高這個里程兌換的 兌換的這個標準之後 他們會把票再放多一點出來 他們自己這樣說 他們自己這樣說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 第三點是 這個兌換標準 它我們現在既然有三個月 我們還可以去做轉點 我們可以去做買賣 我們可以去就是假如說 你還缺一點點數 你可以從銀行 可以從別人合併的一起 會進來去做開票 那三個月絕對很足夠 大家可以去規劃 未來一年的行程 對不對 假如說你今天9月開 9月開其實已經可以開到明年的 包含新年包括端午 包含什麼新明節 還甚至還可以接近可以碰到這個中秋節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一個政策 就是他有提早跟大家講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是說 這個兌換標準有什麼好提及的 其實沒什麼好提及的 就是全面改爛 這是全面改爛 那未來10月1號之後 他到底會不會真的放多一點票 這個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其實就是全面改爛 所以很多人在已經說要逃跑 人就說要逃難這樣子 這個 我也部分覺得 我也部分覺得可以理解 那部分就覺得說 看你的狀況 我看你的狀況 因為像我自己在亞洲萬里頭裡面 大概有6萬多例 6萬多例 其實我原本要換的是環球票 我在疫情之前有換了幾張環球票 但是後來都因為疫情關係 就退掉這樣子 我換兩張吧 就是那種標準台日線 風況台日線的那種環球票 但是在現在 我在現在現在第一個是 我如果換台日線 日行的稅金超級貴 還有就是我未來一年的行程 大概半年內行程 我已經卡滿了 我已經卡滿 就是一些廉價 基本上都已經規劃好了這樣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不好去做處理 那再者是 現在這個票其實放的又很少 放的又很少 所以我很難去放在一些 我真的很想去的地方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我現在這個6萬里 我也是在思考到要怎麼做 我會在思考 如果你今天對於亞洲萬里通的一些里程 你已經確定要出掉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官網的一些計畫 我自己是推薦幾個亮點 我自己是覺得亞洲萬里通最強的 還是在短程以及超長程 所謂的短程是指說 所謂短程是指說就是台日線 這種台日線我覺得1萬里是非常非常的溫馨 而且你還可以直接換到日行 當然這個班次非常少 再來是超長程 超長程的話大概就是什麼 台北香港 然後香港可能飛一個歐洲跟美洲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國泰自己直飛的話 它單程只有6萬5千里 這個是我覺得國泰的一個蠻香的一個點 但預計這個6萬5千里即將會改成8萬4千里 這個是改蠻多的 但你說8萬4千是不是到非常的貴 有一點 有一點 你想這個全日空 全日空來回台灣美國的話是9萬5千里 對不對 來回 所以說有些人現在已經會把這個全日空當成單程票再開 大家聽得懂意思嗎 就是我雖然開的來回 但是我只飛去城 因為它的兌換標準真的是太像 但是前提也是你真的要換到票 真的要換到票 這差遠了 但是國泰航空這邊從6萬 國泰自己直飛要從6萬5千里變成8萬4千 這其實蠻高的 這蠻高的 但我覺得只要能夠換到票都是好計劃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些像是我覺得 亞灣最強的就是環球票 環球票是一個非常非常屌的東西 我只能說這個東西如果你這輩子沒有換到的話 我覺得你才可以趁這三個月好好的研究一下 你知道亞灣空格環球票 但我老實說現在大家都在換環球票 大家都在嘗試這樣 然後基本上它就是你必須要有三家航空公司飛吧 印象說三家 這個應該是不一定要包含國泰 然後它有一個集聚 你可以去兌換一個表 然後它有一個另外一個規定比較麻煩 是五停留二轉即可二開口 也就是你在規劃這個行程裡面 你可以規劃最多是10趟 然後中間你只能包含五個停留 兩個轉機跟兩個開口 聽不懂沒有關係 自己去Google 因為我一時之間沒有辦法 在新聞這種技術裡面去跟大家做說明 如果有人想要聽這個環球票怎麼開的話 你可以再私訊我 我在P1級去講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環球票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讚的一個東西 例如說你可以用大概一萬兩千里左右 你可以換到三趟的日本加一趟的東南亞 我印象中基本上是可以這樣換 那一萬兩千里 一萬兩千里可以換 將近是三趟半的旅程 這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再跟我說 我這邊也提供一些小撇步 除了台日線暴力開的話 我建議大家也可以從香港出發去做開票 因為台日線的機票算是非常好買 亞洲萬里通也算是非常好兌換 航空公司的航空機票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你從香港發的話 也是可以節省一些稅金 香港發目前的票是算多 預計在10月好像會開好台北民谷屋 台北民谷屋 屆時大家也可以利用台北民谷屋的航線 去做一些兌換這樣子 剛剛講12萬里 這個是全程商務艙 這是全程商務艙 大家一定會看到環球票有一個所謂的頭等艙 只要你有一個航班是頭等艙 那你就是兌換票就是會跳到頭等艙去 所以我只要帶有些人會想說 那我就要換頭等艙 我就要全部換頭等艙 沒有這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你要把全段都有頭等艙來換是天方夜譚 幾乎是天方夜譚 因為這個頭等艙送票本來就非常非常的少 大部分都是利用環球票的環球票的商務艙表格 大部分都會利用大概是印象當中在1萬里到1萬5千 10萬里到10萬5千里這個級距 其實那個級距你會很明顯發現說 有個比較甜蜜的一個地方 舊表的部分 但星表的部分都很高 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這個也是提供大家一點參考 跟一些開票的一些小細節 這一段可能會比較適用 比如說你對亞洲萬里通 AKA國代航空的地程計畫 已經有七五五的認識 你聽這一段才會比較有理解 如果你真的不理解 然後也沒有亞洲萬里通的這個里程的話 這一段可能對你來講 沒什麼必用 也沒有關係 對 其他航空公司都還是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再給一些小建議 如果你今天是用亞洲萬里通 那到底要不要逃 像我自己就還在觀望 因為如果我今天要觀望 我今天要開成一張環球票的話 第一個我時間可能沒有那麼多 第二件事情是我現在只有6萬里 那我要從別的地方再轉來大概五六萬里 其實也要一點時間 或也要一點就是怎麼講 我可能也會浪費掉一些資源 什麼意思呢 因為大部分的這個轉點幾乎 我現在的所有的里程大概都是在 銀行裡面的那種飛行積分 那有時候可能轉什麼全日空 它可能它一里大概是0.55的一個價值 那我現在轉來在亞洲萬里通 亞洲萬里通其實現在的價值可能只有0.3 在外面是市面上大概是0.3到0.35在賣 我以前亞洲萬里通進的價格是多少 是0.25 是非常荒謬的一個價格 是以前玉山Only卡在它全盛時期的時候 那時候可以合併的里程竟然可以來到0.25 所以那時候我進了一些亞洲萬里通的點數 所以我現在就有相對剝奪感 就是說天哪 現在這個東西的里程真的是很貴 不是相對不貴 是定毛效應 我覺得這個0.55實在是有點 我以前都買0.55 現在0.3度好貴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的機會會是這樣 我的亞洲萬里通應該會先留著 我會等人家拋售 我會等人家拋售 假如說你今天到一個0.3以下的話 我就可以再考慮我要不要去 我要不要去直接把里程買進來這樣 當然這個里程買進來的話 其實你還是得用人家的帳戶開票 你還是得用人家的帳戶 然後它有一個兌換人的名單5個 你跟他買了一個名單之後 然後再去做兌換票這樣子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中間會不會有詐騙 然後什麼東西 因為最近的里程詐騙也是頻傳 大家請也要找一些比較有在發文的人 或者是說你知道他是誰的人 我覺得是最好 至於說你要花掉還是不要花掉 就自行考慮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 像我這6萬點真的是有點尷尬 如果你今天是有什麼20萬30萬以上的話 看你要不要現在趕快出一出 或是趕快賣給我 我自己是在這段時間我會抓一點時間 我想說如果有便宜的話 我就把它抓起來 我就把它買起來這樣子 然後趕快在這幾年 趕快看是不是這幾個月 看是不是可以兌換到一些 我很想去的地方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國代航空的里程計畫 它其實已經不叫亞洲萬里通 但是我老人說我習慣叫亞萬 國代航空的里程計畫 我自己覺得過去幾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大 然後包括賈丹城 包括現在最近有些台日線非常非常的友好 以及可能有一些這種環球票 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 現在總算還是漲上去的 我自己也不覺得這個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我覺得你有放票比較重要 與其一個里程計畫都不放票 像全日空一樣 那個是死於計畫 根本沒有意義 你不放票你里程兌換再好 都沒有任何的意義 所以重點我覺得還是你要願意放票 你可以漲價 但是你要願意放票 這樣 再來就是說 國代航空在這個疫情恢復之後 這些增開的航班能不能去 讓大家把亞洲萬里通給花掉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再來是漲價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像在UA 你去聯合航空 聯合航空的里程計畫已經改到亂七八糟 那個已經是民幣了 你去台美縣的商務艙 那個票價浮動可以到30萬里 好那我30萬里可以幹嘛 我在亞洲萬里通我可以開三張 我可以開三張環球票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是非常荒謬 其實今天國代航空願意給你一張表 它是一件好事 因為它可不可以就是說 我們預計10月1號改表 但它什麼都不講 可以 它也可以跟你說好我們下個月開始改表 什麼東西都不跟你講 可以 它也可以直接跟你講說好 那我們直接改動態了 我們直接改浮動制了 Yes 然後一樣 這不告訴你說我們怎麼動態 可以 其實在這個事情上 都沒有一個固定的人 像之前長榮華航都還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要逃跑 跟你講說我們規定改成什麼樣 這都是好事 這就是亞洲航空公司比較好的地方 他們會讓大家逃跑 但是在很多航空公司 說改就改 說變就變 不會給你任何緩衝期間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說要不要退坑國泰 我是覺得不一定 我覺得是不一定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我今天國泰就是為了要換什麼航空 結果它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好像被背叛 那你就趕快脫坑吧 你就趕快退坑吧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理人計劃有很多 黃宇宜嘉也有調降的 像卡達航空也有調降他們兌換計劃 但是畢竟它是卡達 它在兌換亞洲航線的時候 是不是有放那麼多票 是不是能夠拿到那麼多票 日航有沒有放給卡達那麼多票 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大家自己去考慮 大家自己去考慮 如果您有一些理想上的問題 可以再問我 也可以在自己私訊問我 比如說您可能覺得 這樣子我要逃嗎 或者說我張飛什麼航線 你覺得我應該怎麼開這張票 或者說我現在可以開環球票 對環球票有興趣 我常常去例如說東京 我常常去大阪 你覺得我怎麼開比較好 都可以在私訊詢問我 如果我覺得有一些很有趣的話 我就會把它錄成一集 來給大家做一點算是case study 甚至開票給大家看 或者是整理你的理程給大家看 因為我其實蠻多人會問我這種 我自己是覺得 你的理程就是要你自己管理這樣子 但是真的很多人在問 真的很多人對這種東西 都非常非常的不理解這樣子 我相信大家 可能工作也很忙 或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就由我這種閒人來跟大家分享這種事情 好我這一集的話就應該到這邊告個段落 請原諒我真的是最近太久沒有錄音 所以嘴巴有點卡這樣 好那這集就我們新聞社會的第二十二集 我是小潔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到Apple Podcast幫我們去按一下五星評論 或者到各大平台 也是幫我們多聽幾次好不好 然後或者是說可以到我的Instagram JZ.TLK 或者是我自己生的IGNLC52 詳細的其他資訊我們都會放在正下方 我們都會放在正下方這樣子 那剩下的話還有也可以參考我們斗內計劃 最近斗內又變少了一點 但是還是很感謝大家的收聽 大家收聽都是我們做下去的最大動力 那我是小潔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告一關落 我們下期見拜拜 好 我忘記講一個東西 就是國代航空的環球票 最近有一個網友做了一個環球票小幫手 這個環球票小幫手 所以應該是一個叫綠洲大的一個大大驅座的環球票小幫手 我覺得蠻好用的 我一樣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這個網址是cxplanner.jayliu.net 非常簡單一個網址 反正我會放在這下方大家可以去看 或者是你直接上網打 國泰逃難環球票小幫手 就是逃難小幫手 大概就有一個中間就是 keyword就是逃難 PTT上面直接Points版 P-O-I-N-T-S這個版上面就會有 這個逃難小幫手 大家可以去用 不過算是蠻好用的 你可以它會直接告訴你合不合規 因為其實以前環球票最麻煩的就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這樣合不合規 你根本就不知道說 天啊我這樣子對嗎 這樣對嗎 常常有人開票就已經跟你講說 最多可以接受五停留 兩轉機兩開口 有人想說這是停留嗎 這是轉機嗎 真的是很多人對這個規則非常的不熟悉 但因為這一集是新聞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多講這件事情 但這個小幫手裡面 他就很簡單的告訴你說這是停留 這是轉機 因為其實這個定義非常的窄 它其實沒什麼緩加空間 你超過24小時就是停留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利用小幫手 或無聊可以上去玩一玩這樣子 這是一個蠻強大一個工具 所以如果你對環球票有興趣的人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這個網站囉